7月20号早上8点40,加姆斯市一名80岁老人下楼扔垃圾,在返回的途中,路面突然塌陷,老人不慎掉入坑中。 当时,附近还有一名女子和一个小孩,事故发生后,周围的商户和路人纷纷赶来。 附近居民拨打了120和110,有人认出了老人,赶紧通知了老人的家属。 1200救护车赶到前,老人的家属和附近的居民,合力把老人从坑里救了上来。 救护车赶到后,把老人送到了附近一家医院。 到达现场后,发现老人已被家属拉到口腔医院进行救治。 我们对现场进行一个不控,防止再出现对他人的损伤,伤害或掉入坑中。 经过测量,加姆斯市红旗路这处地面塌陷,长约1米5,宽约1米1左右,最深处达1米2。 事故发生后,多个部门赶到现场,共同处理。 目前,老人经过检查,没有生命危险。 路面塌陷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。 都留意写一下。 感谢观看